时间的治疗现在恢复的还挺好 就是等于说是康复了 那就把你的一开始从生病到治疗的过程 自己的心得体会啊 包括治疗的过程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然后之前在第一次就是 刚开始我发现有的时候 就是我去上 就是你自己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去上厕所 然后发现就用纸擦的时候 就发现出了很多血 我就吓住了 我就说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呢 然后后边过了好几天 我就发现下面很痒 就特别特别痒 我每天就用手挠 挠了之后发现就出血了 这样子出血你也没注意 对我没有注意我不知道 然后就用手挠 后面发现越来越痒 痒的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之前就到了那个镇江的医院 然后去检查 然后就检查出来了这个病 对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要做什么冷冻啊 或者做什么激光 当时我就吓到了 我当时就特别特别难过 我记得我拿着那个单子在那个医院门口哭 因为我是一个人去了 我就觉得很难过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他说要做冷冻 然后我就说行 那我就去做 做完之后他说 这个冷冻今天做不了 做激光吧 然后他就说 那个医生帮我检查了 一个男医生 他说 他帮我检查 告诉我说 哇 这有好多 你长了好多个 他说 这个激光是按个数打的 一个好像是要180 然后他说 你看你长了这么多 你要打多少钱 我说 医生 我在百度上查过 不是喝中药能喝好吗 他说 喝中药喝不好 不可能治好的 我说那你先帮我打激光吧 然后他 那个医生就帮我打了激光 然后 每一个上面 他都打了麻药 就是用麻药 追在那个里面 我好疼 我当时就是忍着疼 又没哭 然后一个人就很难过 然后他就跟我开了两组药 但是我后边发现回去 他打完之后 就虾兵一直在流血 伤口特别疼 走路都走不了 然后回到学校 过了两天 他又开始长 就他打完之后 他又开始反复了 后边我就实在没办法 我去了百度 然后我就认识到了这 然后从那以后 就第一次买了第一次药 去擦的那个药 然后后边又吃了 也有中药 等于你联系了 然后就直接到我们这边来了 对 因为感觉之前那个医生就试了 就想很多方法都试一试 然后就发现 就是第一次发现 用了那个药之后就开始慢慢脱落 第一次是有剂的 就是没来 对 有剂 然后第二次就隔了一个星期 那个医生说你过来 然后就过来检查 发现我的情况还挺严重 然后就长了很久我才发现 第一次来我还记得 那整个都长满了 对 就发现的还是比较晚 然后后面就每个星期来治疗 然后再喝中药 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后边就一直喝中药 然后控制什么其他的饮食 就到现在就好了 就前面两三个月感觉 就其实第一个月会感觉就是 会很担心很焦虑 就想对对 能不能治好 对 能不能治好 我说食中药能不能治好 也能不能真的有用 对 然后后面我发现越来越少 基本上就不长了 对 然后喝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发现一点都没有长过了 情况越来越好 从治疗结束后来就是定期来复诊 基本上就没长过 对 就定期来复诊 这个就没有长过 对对对 做好 对 通过中药治疗这么一段时间也好了 大家就放心了 反正现在也彻底康复了 那就回去了就好好上学